那我们观众朋友 那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脚踏车 那这个脚踏车跟一般的脚踏车不一样 它虽然有电动 它跟一般的电动又不一样 但是这个设计非常人性化 而且非常适合未来的需求 那我们一定要请这位 他们的里面的工人师 好好来给你介绍一下 它的功能在哪里 各位朋友 我们这个车主要是做一种叫做电动辅助自行车的概念 那它的做法跟一般我们现在台湾认知的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油门的 对我们电动都有一个油门在加油的 所以你一定要踩 它才会给你有电力的辅助 那这样是比较接近这种欧洲他们的想法 他们喜欢脚踏车 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摩托车这种比较没有感觉的这种移动方式 所以说我们这个脚踏车很特殊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很多比如说你在那种像马祖那种地形有上坡 那根本不可能骑小号车的话我们这个可以克服吗 这个会让你非常轻松 虽然你还是要踩 但是你基本上是像高雄这边的寿山或是踩山 爬山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轻松 在平地是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它就是靠电力帮你辅助 让你踩得很轻松 所以刚刚我有试骑一下 你在踩的时候 还会感觉你力道不够的时候 它会自动有一点力量来辅助你 所以在你骑的时候 你还要用一点力 但是你又不会太出力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重点吗 没错没错 而且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有特别做过一些整合 因为这些软体还有这些就是电控的方面 都是我们的工程师这边开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些参数 让它变得很顺畅 然后但是该有力的时候 你需要它的时候 它又会给你足够的助力 让你可以爬坡或是加速这样子 那如果像有的人身体受过伤 它在附件它脚没有力 我们可以设计这个稍微有一点力道 让它可以出去外面逛吗 当然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内部的研究 我发现说 其实虽然它是电动的这种辅助的车子 但是它的运动量大概跟我们的快走 差不多的运动量 但是快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伤膝盖 骑脚豪车基本上是不伤膝盖 那再加上因为有电力的辅助 你会更轻松又达到这个运动的功能 因为我知道他们如果你像很多人去做附件 它就是在里面一直踩 他们会觉得很乏味啊 那如果这个有辅助的 那一边出去外面 那它本身不用太多用力 但是它给一点力道 所以它会刺激它的一个附件功能 你可以多跟大自然接近 对你的附件是更好的 而且吸收外面的空气是不是更好 如果就躲在附件室里面这样很无聊 所以它就懒得动 所以脚会退化掉 所以有这个车子可以装 辅助工具也不错 没错 真的喔 老人家骑这个应该也不错 它不会退化嘛 对 而且我们现在这台车的设计是 相对是比较小台一点 所以也比较轻松 就是说你不会怕说你踩不到地上 它本身那个上下可以调整 大概150公分大概都可以骑得到 所以阿嬷啦 你们如果要会骑车 这个不要怕没有力量 这个它会给你很多力量 你会觉得我可以出去玩 跟年轻人一样出去玩 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只要你会骑脚踏车 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我看你们好像 电池也不是很大 万一骑到一半 它没电了更重 我们怎么办 这个还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颗是三星的电芯 然后是台湾做的电池 因为大部分现在的电动车 对 都不是台湾做的 所以在品质上面 或是说我们后续的服务上面 都不稳定 那我们因为公司就在台湾 就在北部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很好的资源 那这个电芯是三星的电芯 然后组装是在台湾组装的 所以是会比较 品质上面是比较有保证的 我看到你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在做什么样的 稍微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最基本就是 你在骑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你的速度是多少 这个有马表 我刚刚都忘记看 你还在紧张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时速 然后当然还有开关机 也可以不要用这个电动 也可以自己用 对 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流一点汗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用电力的辅助方式 就可以健身一下 就正常的车子这样开就对了 这个有五个显示 这个是电量 电池还剩多少 所以我们剩下三格的话 就要注意不要骑太远的就对了 不会 剩一格再注意就好了 剩一格你还可以骑个十公里 没什么问题 可以骑到十公里 如果没电还是可以动嘛 还是没关系嘛 所以这个 对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助力模式有四段 有高 中 低 然后还有一个很低 那很低这个 还有一点点的助力 那你骑起来就感觉像一般的U-bike那种感觉 就像一般的脚踏车 那在这个模式之下 你大概可以骑充宝电子 可以骑将近一百公里的距离 然后当然你在最高的助力 因为它就比较耗电 就像你开车一样 你如果打太多 打太多就一定比较油 所以这个大概是三十五公里的距离 但是会很充 它是比较适合在爬坡的时候用的 或是年轻人今天要充的时候 谢谢 各位观众啊 我们如果脚膝盖受伤 让它脚没力量 我们有新的选择了 现在我们官员公司设计这一款 非常人性化的这个脚踏车 除了本身 我们可以健身以外 它本身的辅助作用 可以让你跑得更远 那就更安全嘛 所以可以学到更多 那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你有在运动 它是一个算很好的有氧的方式在运动 不会太激烈 然后但是你又有一定适度的运动 其实是你在维持你的健康是蛮重要的 你这个电灯也是在吃里面电池的灯 电灯是吃里面的灯 所以不用担心说你还要再去换电池 或是再 还要买个电池 没电了就很麻烦 对啊 你就会懒得去冲 然后这个可以往上骑也是很安全嘛 对对 那为什么还有这些什么奇奇怪的开关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比较属于脚踏车的零件 就是一些避震啊 那甚至我把这个锁起来之后 它的避震就被锁住了 那又没有避震 对你就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这骑平地的时候 这样子骑会比较舒服 就不会被避震去影响到 哦 那因为我们在欧洲那边有很多 三路 不是欧洲石板路 石板路 所以他们需要有避震 所以骑这个到那个像我们的 孟福蛋那边 那个石头路骑应该 哦那个更没有问题 这个OK的就对了 我们后面也有避震 前面跟后面都有避震 后面也有避震 这个就是避震器 哦 所以你在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石板路啊什么 其实都会很舒服 这个就是避震器啊 对这就是避震器 哦 可是你们这个没有钥匙 但会被人牵走怎么办 我们的钥匙在这边 有钥匙 所以这个电池是被锁住的 所以被偷走就对了 你要用钥匙 对你要用钥匙开 才拔了起来 哦 这个就是钥匙就对了 对对 还是还是要绑到一点 当然当然 这么贵的都走 最贵的地方就是电池 电池是最值钱的 是啊 对啊 你们的设计最值钱 也是啊 对啊 我们法国设计师 这个今年的 就是2015 德国的这个IF 有得设计奖 听说你们连续三年都有 国计在这边 对有不同的 不同的产品 有不同的设计奖 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 应该说 我们现在三款车 每一个都有得过 不同的设计奖 哦 啊这个 会不会很容易生锈啊 这个啊 不是 这鋁合金的 鋁合金的 所以不会有生锈的问题 而且 因为我们的烤漆是 比较去仿造这种高级车 进口车的做事 所以我们的烤漆的 就是烤了很多层 然后上面最后再一层精油 所以基本上 你不要去把它 碰伤 或者说把它的烤漆 全部刮坏 基本上就不会生锈 就像你汽车一样 啊像这个 电动车 最怕淋到雨 会不会 哦不会 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的测试 所以基本上 在防水性 都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下雨天骑也 不会都故障 当然你天气好 天气坏都要运动 对啊 下雨天气也不会 肚脏就对了 不会 万一这个齿轮没有 就加点烘滑油就可以了 对 这个是 这齿轮这边就是基本的 基本的维护就好了 那像我们的链条是 有特别去买 就是跟厂商买的是那种 北欧规格的 所以特别是 有一个coating在外面 是防锈的 哦 因为在欧洲 他们的路面 其实状况会比我们差 当他们下雪之后 他们要撒盐 防止那个结冰会打滑 所以你有缘分的时候 对这些 汽车的零件 车的零件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像链条 这些都特别 都是有挑过是 適合这种 海岛期后 对对对 更没有问题 没错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大概价格是怎么样 大概是 我们这台在台湾 大概在十月的时候 会上市 然后在台中会有 两个店家 配合就是销售 那预计的零售价是在台币八万九 接近十万就对了 接近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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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很划算 是 是 这个应该很耐用 很耐用 几乎是这样 电池有寿命 电池两年就要换 两年不用换 我们是保固两年 那两年之后我们的保证是 你过了两年 我还有百分之七十的电力 它不会一下就没有电力 因为锂电池它会 会慢慢退化 但是我们保证 还有百分之七十的电力 还是可以 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用就对了 没错 好谢谢 那观众朋友 听到我们資本家 这个我们介绍的话 我想很多人 应该心里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我如何去拥有它 来保健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国内 官员记车做的非常科技的一个东西 而且得过奖的 有机会大家来尝试一下 练习一下 准备把它拥有它 对不对 谢谢各位 大家为了心健康 没错 也为了环保 因为它不排烟的 对 这个都在马路上都不会 制造污染 这个还是我们要推广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推广环保 为了下一代 为了地球 好谢谢 谢谢你